中药材 牛西 你知道它长什么样吗 其实在我们农村 好多地方它都有长 今天就跟着懒懒一起来认识一下 大家看 这个就是牛西了 有没有感觉到很眼熟 在农村应该经常都能见到它 而且呀 它一长都是这样子一整片 牛西这个名字 是它的学名 也是它的中药名 它是献科牛西鼠的 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也就是说它到冬天的时候 地面上的蜘蛛就会枯死 可是它这个底下的根部 还是会继续生存 到来年 然后又发出新的蜘蛛来 它的叶子是对生的 叶片成这种软圆形 或者是椭圆状披针形的 而且它叶子的正面和背面 都有一些柔毛 它的金有的是绿色 有棱角或者是四方形的 有的金就带紫色 而且结布有这样子盆大 就好像牛乞丐似的 它有别名 就叫牛西科 怀牛西 山县菜 对节草 倒扣草等等 它的身高大概约70到120厘米左右 每年的7到9月 就是它的花期 它是这种碎状花絮 顶身 或者是开在这个夜夜间 它开花了以后 又会向反方向折 所以可能就有了 倒扣草这个别名 而且我们如果走路的时候 路过它的身边 还要很小心 因为它很容易脏在我们身上 因此在民间 大家也叫它 脏生草 你看 它底下的根是这样子 圆柱形的 根比较粗壮 根部是这种黄色的 它一般很喜欢 长在我们的房前屋边上 或者是一些林园 山坡 草丛中等等 它的丰富 也比较广泛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 它一般都有长 牛西 大家记住它的样子了吗 如果有朋友知道它的用途的 也欢迎您在留言区 一起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会